大家好 華記4月12日報導 今天要講講有一個香港人 醜出國際 拍攝了我們的香港人 話說有一個前TVB的藝員 叫做余德成 這個是富二代 之前已經很衰格的黃絲 去別人的農場餐廳 做個白痰債主 搞個老人家 有識之事,人人得而諸之 一個年輕人富二代 未見過世面的白痰債主 搞破壞,有破壞沒有建設 最新的這宗 話說他們幾條黃絲 由香港來東京玩 其實這群叫做廣燦的蝗蟲 為什麼叫做廣燦的蝗蟲 因為黃絲很流行 大陸的人來到香港 那些行為沒有禮貌 現在誰不知這群黃絲 其實他們做了那些事 比我們內地的同胞 怎樣衰呢 話說這幾條人 去拍Youtube 去到秋葉園 去到別人的飯店 日本人很注重私隱 最好不要拍到別人 這些人 首先嘻嘻嘻 不叫食品 到處拍 別人做生意的大哥 他們已經搞好時間 不買食物 吃飯的地方就吃飯 不是給你嘻嘻嘻嘻嘻 好了 四位叫兩碗食物 他們嬉皮笑臉,做了一些事雕架 影衰香港人,沒有家教,嚇人爭 這些黃絲行為,實在是我們香港人要爭氣 這些香港人是影衰香港,令香港雕架 這件事也不止了,下去行新宿御苑 看到日本人輕挑浮操 他們以為別人不懂聽,事無忌諱 又有侮辱性、侵略性 這群人根本是刁香港人的假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們香港人來到日本 要自己爭氣 不要來到好像洗過幾皮東西 阿滋、阿滋以為自己很厲害 這些富二代真的沒有家教 去到飯店白談齋主 現在很流行去談人家的東西才有收視 其實他們很簡單 他們為了拍一條Youtube,多人看、多人關注 他們做了行為過火、誇張 基本上他們為了薄收視 甚麼都做得出 其實富二代自小的家庭 在富任下溫室長大 根本不懂得建設 只懂得破壞 讀甚麼書都沒有用 讀屎片 這些年輕人 令到我想起香港的獅子山精神 比這些黃絲、港獨、年輕人 都拖壞了 即是香港人來到 你當然要爭氣了 即是像我自己一樣 雖然我自己很蠢 不懂日文 來了十年 但我假假地 這裡都有幾棟樓 僱傭一些本地日本人 以及本地不同國籍的人士 即是可以創造這裏的職業機會 有交稅 我們基本上都是為香港人爭光 作為一個香港人 人在異鄉 千萬要威給別人看 不要衰給別人看 現在這些富二代 真是影衰了我們香港人 丟架 喂 來到 你不是好地地 你去旅行就旅行 你用手機到處拍 亂說二十四 嘩眾取眾 很討厭那些行為 這些港產的 我不懂如何形容這些人的行為 一群年輕人 嘻嘻哈哈 把香港人拍攝壞了 但他們又談大陸同胞來到香港 這樣那樣 雙重標準就不用介紹 所以我希望 他們自己都要照鏡 自己看報道如何黑人爭化 如何影衰我們香港人 希望我們未來的日子 我們作為香港人 中國人 去到哪裡都好 要為自己爭氣 做些事要威給別人看 不要碎給別人看 不要做這些英俊之流 上次見到農場餐廳 都覺得欺負一個老人家 這些英俊的行為 簡直是黑人爭到鼻了 誰不知現在還在影衰香港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 就要努力為自己爭氣 今天報導著這麼多 大家好 今天來到中山海雅 繽紛城 看看我兩個白檔 自己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Libby 大家將會介紹海雅繽紛城 加推第10項單位 如果大家想報這個團 就記得打下面的電話 Hello 我是Yanny 因為海雅繽紛城 其實有些神秘優惠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想和蛇絲萬造業主 記得和我們報名 今天來到中山海雅繽紛城 其實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這兩個月的銷售 大部分超過八成的新業主 都是來自香港的朋友 所以現在中山海雅繽紛城 已經在香港掀起了熱潮 幾十萬就可以買到一個公寓 那為什麼那些人 可以過來看一個多鐘 就立即可以拼取 為什麼可以決定 在這邊有沒有聽到他們 為什麼 因為銀馬勢 容易上車 投資角度是很大的 而且交通方面 有港珠澳大橋直通車過來 還有輕軌站可以回香港 坐高鐵 非常吸引 不如我實在一點 香港人大堆頭 這裡總共有八千個單位 入住之後 居住的人口 超過兩萬 本身的計劃 但是 你有這麼大的人口量 自然交通配套 衣食住行 還有接下來這裡 會打造一個全新的地標 就是 所有在南投的 中心購物消費的地點 都在這裡 所以你說 喂 我來到去哪裡吃 去哪裡玩 不用了 就在樓下就可以了 沒錯 樓下有商場 也有格局寫字樓 接下來南貴方 也有高端的餐飲 設在這裡 所以非常吸引 我們香港人 朋友看到 很有興趣 那怎麼辦呢 機會來了 接下來這個星期六日 我們會有兩天一夜 中山海鴨紛城的看樓團 第一天 就會在深圳灣集合 接著會參觀深圳的中山海鴨紛城 之後住一晚之後 第二天就會過來中山看燕樓 沒錯 我們還有什麼補充呢 補充當然是怎樣去報名 WhatsApp你們 記得WhatsApp下面的報名 還有費用全面 費用全面 我們看樓 等大家報名 謝謝 拜拜